武则天作为历史上第一个,也是唯一的一位正统女皇帝,他的历史故事一直颇受是人们的关注。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他竟然能以一介弱女之身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,执着实是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那么在唐朝历史上,有哪位大臣敢跟女皇当唐教板和顶嘴,最终却还能全身而退,甚至地位不降反升呢? 答案只有一个人,他便是狄仁杰。武则天满年时,沉迷难色无法自拔,狄仁杰当时就劝他,赶紧戒色,谁知道女皇却给他看了,自己身上的两个部位。 狄仁杰瞬间,哑口无言。狄仁杰生于贵族世家,其高祖狄战,曾为北魏略阳攻,可谓是家世显赫。 他自幼聪慧过人,读书过目不忘,年仅五岁就能被诵孝经,十岁就能熟通而亚。 狄仁杰虽出身名门,却从未因此交经,他既通晓典籍,又明理厌世。 有一次,他在街市听到几个孩童争吵不休,便笑着过去调解。 他先让孩子们平静下来,然后耐心询问争吵的原因。 原来其中两个孩子为一枚铜板争执不休,双方都声称铜板是自己的。 狄仁杰当即便取出两个铜板,让每个孩子拿一个,接着又将剩下的给了旁观的其他孩子。 孩子们拿着铜板一哄而散,狄仁杰微笑着目送他们的离开。 从这件小事,我们可以得知,狄仁杰深知化解矛盾的有效办法,这也成为他日后立身处世的宝贵财富。 狄仁杰长大之后,已优异成绩通过科举考试,然后步入了仕途。 他在位官室办案秉宫,所以深得民心。 在任职宾州期间,他勤政爱民,行欲不存冤情,百姓安居乐业。 每逢节假日期间,老百姓们便纷纷上门给狄仁杰拜年。 狄仁杰一一回礼,与老者谈鼓论惊,与小孩戏耍戏闹,场面可谓是温馨热烈。 老百姓们纷纷表示,今生能遇到这样一位明察秋毫,仁郑为怀的大清管,真可谓是三生有幸。 正因为狄仁杰不畏权贵,坚持为正义发声,因此便引来了众多小人的嫉恨。 好几次,他因小人险些丢管,甚至还被贬至边缘之地,风餐露宿,无家可归。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,凭借正直品格,与过人智慧,他每一次都会化险为夷,重回朝堂。 因为狄仁杰屡遭缠污,但是武则天赏识真才,他对狄仁杰的才干,与忠心深信不疑。 女皇让他参与重要的繁杂政务,狄仁杰处理得干净利落,十分出色,这深得武则天的欢心。 有一次,大唐某地突发天灾,洪水泛滥,农田受损。 狄仁杰立即拟定救灾方案,派人分发粮食,救济当地的灾民。 他还上书请求,急莫观换田地,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户,这获得了武则天的批准。 在他的治理下,灾区重现蓬勃生机,百姓重新安居乐业。 武则天称赞他,政绩卓著,是朝中良臣,在朝野上下,其他大臣无不对狄仁杰刮目相看。 可是好景不长,朝中坚定当道,狄仁杰因正直刚正而招来怨恨。 库历来俊臣见狄仁杰,深得武则天宠信,便诬陷他与其他大臣谋反。 某一天晚上,狄仁杰被关入大牢,生死未捕。 狄卒鞭打他的背部,劈开肉绽,又用烧红的铁条,烙他的手掌。 鲜血淋漓,来俊臣在牢房里,冷酷地威胁他说,现在立刻承认罪行,便可避免皮肉之苦。 而狄仁杰却咬牙忍痛,一言不发。 他心中默念祖宗先贤,以正气尽心,即便肉体受刑,他的稚气也从未屈服。 武则天在得知此事之后,顿时龙颜大怒,他立即将狄仁杰召来,亲自询问。 他亲自审问此案后,很快便得知了其中的真相,随后便立即释放了狄仁杰。 女皇为了保护心腹大臣,他改派狄仁杰出任地方的官职。 就在神龙元年,武则天再度启用狄仁杰入朝为宰相,由他总览大权。 狄仁杰则继续勤勉工作,使国家兴旺安定。 老百姓有事接来请教,商人有素接来求见,狄仁杰都会耐心一一解答,处理得体。 当时的民间,甚至诞生了一个传言,说狄仁杰是天庭派来下凡的,不凡之人,他的使命便是专管人间善政之事。 然而,此时,控鹤间的男宠们,已经全清朝野,无法无天。 狄仁杰目睹此景,痛心疾首。 他在犹豫,要不要求见女皇直见此事。 有一天,狄仁杰终于鼓起勇气求见女皇,在一番竖直之后,他缓缓开口说。 陈玉妹不懂正事,但求平心而论。 陛下盛名,当以名媒众,臣下愚钝,唯有竭力归见。 说吧,他老泪纵横,继续声色拘力地说道。 控鹤兼权清朝野,陛下欲驾清正,岂可纵容坚定当道。 陈不采,冒昧请陛下珍重龙体,远离名利诱惑,早点收敛私欲,以免霍乱将至。 在雨毕后,狄仁杰长叹一声,接着跪地请罪。 他知道,自己今日之言,可能招惑临身,甚至永不翻身。 然而为了国家渔民,它必须发声,无论结果如何,他的良心已无愧。 当时站在一旁的侍女们,也吓得脸色苍白,生怕武则天当场震怒,急着将敌人杰处以极刑。 他们紧张地握着双手,目不转睛地盯着武则天的神情。 因为在深宫之中,他们很少见过有人敢如此直言劝谏。 在此之前,曾有极少数的人这么做过,但如今都已经葬身于父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,武则天并未发火,反而陷入了一时的沉默。 就在片刻之后,女皇突然缓缓取下自己的发簪,乌黑的绣发开始轻轻地滑落。 女皇此时的神色从容不迫,她一边抚摸起自己的绣发,同时又张嘴露出洁白的牙齿。 然后和气地说道,朕思虑已久此事,而来一语点醒,朕当自省,朕身体尚渴,而请放心。 女皇内心很清楚,敌人杰是出于忠心,才如此发生,她不应计较。 敌人杰听罢女皇的回复,随即公生请罪说。 陈诗言失态,还望陛下谅解。 武则天,则微微一笑回复说。 而直言虽苦,却来自真心,朕当已得抱怨。 而言无不尽,朕自当反攻。 女皇言语中的宽厚与包容,让敌人杰倍感欣慰。 随后,敌人杰再败谢恩而身退,内心一时激动难掩。 她认为,今日一番直言归贱,虽有触怒君主之余, 却也符合陈子天职。 武则天态度宽容,让他十分欣慰。 或许,这次劝谐是这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新起点。 此事过后,武则天对敌人杰越发信任,授权更甚, 而敌人杰已尽心尽力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。 在敌人杰的辅佐之下,武则天推行人政,百姓安居乐业,边境少有战事。 到了晚年,武则天也见感疲倦,萌生退位之意。 他清楚地知道,自己对权力的掌控,以日渐松动,不如退位了事。 在敌人杰的建议之下,武则天选定自己的幼子,李显为新的皇位继承人, 并且逐步将大权进行移交。 正如敌人杰预见的那样,武则天的晚年政权并未因控贺奸而动摇。 他老去后传位,儿子李显顺利即位,而自己也安享了晚年,直至百年归老。 敌人杰后人,常以此事,尊尊教导后辈。 君子之言,当观其意,而非其面。 武则天当然明白,控贺间的政治影响。 他之所以袒露头发与牙齿,是在告诉敌人杰, 我安然无恙,你就放心吧。 而敌人杰一从龙退下,表示,理解与支持。 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,使这场劝谏最终化解为一番美好的君臣互动。 正是双方的政治智慧,使这段插曲最终引向美好的结局。